满满鲜花布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五号葬礼上 除了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外 这号人物也到场参与 中共二十大残被离场的胡锦涛 省影四十五天后首度现身 央视报导高龄七十九岁的胡锦涛出现在灵堂 在官员搀扶下 拖着身躯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画面中还可以看到胡锦涛弯腰双手核实 主动向江泽民一双网野平握手表示慰问 在这江泽民一体的邻车随后开往八宝山火葬场 北京街头早已涌入大批黑衣人沿途哀悼 但也有民众抱怨八宝山方圆几公里内都有交管 无法外送食物只能挨饿 八宝山革命公墓所在地有殡仪馆与火葬场 中共许多大佬都在此下葬 随着火化仪式结束后 六号接续举行全国转播追悼大会 末哀期间银行间债券市场 货币市场 外汇市场 票据市场 黄金市场 证券期货市场 临时停止交易三分钟 不止股会停摆 防空情报也将同步冥想三分钟 所有娱乐活动停止一天 包括手机游戏也全喊咖 由于不举行谜体告别式 民众将无法请演送别江泽民 专家分析习近平刻意简化追悼借此打压江泽民派系 同时以疫情为由减少抗争民众群聚 智商大典 虽然仍能受到明争暗斗 胡锦涛现身送别 却意外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三地新闻简讯会谢题号报导